虽然医院还没过完 但是在大同山的樱花林 已经有一两株樱花树偷跑开花 新的市医院洪家军表示 大同山就像是树林人的后花园 每天都有不少民众上山运动 而到了花季 再加上闪花的观光客 到访人次更是可观 因此步道设施的安全与否更是重要 洪医员说 步道的栏杆和战板因为是木制的 多年下来有不少地方都已经腐朽了 如果不在花季人潮爆发前先修整 恐怕会有安全上的问题 我们发现它有很多的地方 陆陆续续有一些破损的地方 那包含一些围离的地方 都可能有一些结构性的一个松动了 所以我们希望说 市政府这边能够加速来帮我们做一些更换 也让更多的人可以在这边 很安心的使用这样一个步道 那欣赏到这边很多很好 美丽的樱花跟景色 因此洪家军议员向市府争取修缠预算 并且邀请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到现场会刊 承包商表示 从去年开始市府就针对木栈道进行整修工程 并且分期分批进行 将老旧的木板换成耐用的铁木 我们去年开始就针对木栈道的前半段部分 有进行面板 还有下面底梁的维修跟更换 那更换完之后我们会采用这个比较硬的一个铁木的一个材质 那这个厚度的部分也会稍微做一个加强 那整个完工之后所踏起来的这个扎实感 跟以前的布栈道是不太一样的 会比较会比较好 洪家军表示 新春期间樱花可能就会陆续开花 它会要求市府掌握进度 在花季来临前给民众一个安全的油气空间 记者赵世渊 吴志恒 树林采访报道